好 我们前面介绍了建筑工程的有关结构的施工计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了146页防水的施工计 我说一下 防水这个环节是每年必考人 老百姓投出指导问题 投出最多的不是结构 是防水 因为它不懂结构 出现毛病它不知道哪出现毛病了 但是只要一漏水 老百姓今天投出最多 三大处防水 地下 屋面 齿面 3-1 考虑部队 好 我们看一下呢 五一地下防水工程的施工技术 首先第一项强调的程序 做地下防水的队伍要有资质 这是强调的 接着看第二项 他开始介绍 防水混凝土的技术要几乎 一提防水混凝土 第一个程序控制一定要清楚 要适配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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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能力多少 药皮设计的高出多少 0.2M帕 把它记住 一定要记这个程序 然后下面就是 防磁骨凝土所用的各种材料 我们看第二条 骨料 石粉沙粉 这里面最重要的看第三番话 控制它的含铭量 不能超过多少 我们前面说的材料特性 骨料的含铭量或大 将来火灵素出现收缩性热泡 严重影响防水 然后接着看第三条 就各种胶铭材料的用量分别介绍 我们看一下 总量不宜小于320公斤 每例 接着这些分项把它记住 水泥用量不得小于260 砂率的控制 35到40 接着往下走 水胶铭 不得大于0.5 我说一下 水胶铭如果大了 说明水多 或明水是吸的 养护期间 水分蒸华掉之后 会留下大量的毛系统 告诉什么 是不是 说要控制水胶铭 下面一讲 控制水腰铭就控制塔罗度 水腰铭大 塔罗度一定到 所以它控制多少呢 一般是120到160 好了 以上是防水滚凝土的材料的控制 接着我们往下看 工艺的控制 我们看第四条 防水滚凝土要采用机械脚分 脚分时间不宜小于2分钟 采用机械分层震道 不能超震 不能漏震 不能嵌震 这是工艺的要求 接着看第六条 连续交通 少留食物 非要留的话 在哪留 在哪留 我画一个防水混凝土的地下防水混凝土 实际 假计上面板是拱板 首先十五分 罗度位置 一可以选择在距底板 高三百地方 在这个位置 从一留十五分 距底板高三百地方 第二点 在拱板 这是水晶推力线 不能留 在推力线往下 多少 一百五到三百 在这个位置 留十五分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接着 垂直十五分 一般进口 我们都要留 垂直十五分 防水最难 所以要留的话 就要选择在 跟变形凤山结合的地方 留垂直十五分 好 这是留的位置 选择 接着我们看一下 第七条 防水火凝土的十公分 继续施工时的 流程 它跟普通的火凝土的 十公分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第一条 首先是防水火凝土 继续施工时 要达到一较二流 这是一样的 接着你们看 它不一样地方在哪 先铺设计 或者刷界面镜 和水泥机的渗透 结晶性防水 材料 然后再铺 30到50后的 1比1的水泥下进 然后再交入火凝土 那么我们说 普通的火凝土的 什么时候怎么做 第一步 你交入1.25吨之后 达到1.25吨之后 清除松动时刻 用水清洗干净 然后干嘛呢 刷上水泥浆 然后再开始交入火凝土 你看多甜 而这块怎么样 不一样的吗 继续了 陈志生风跟他一样道理 只不过加了一个什么 陈志生风要加什么 溢水膨胀的止水袋 我们看一下 陈志生风是在这儿 加一个事先买火 加上溢水膨胀的止水袋 装保险 这块石工完毕之后呢 就要加上 止水袋 这些垂直石工不能漏水根 所以 大家把这两项 递一下 不排除考虑防水火凝土 施工凤 继续施工的流程 接着 我再看一下呢 第八项 又是大体积火凝土 又要防水要修实 第八项的规定 原理跟前面讲的 大体积火凝土 基本一致 基本一样 温差的空间 接着第九条 黄水火凝土 地下黄水火凝土 穿墙管 记住 一定要先设什么 套管 设套管 管道不能直接穿过墙子 要先做套管 记住这个 好 这是地下黄水火凝土的实工的流程 往下走 第三项 水泥沙浆的 这个比较简单 这很少做 因为它的防水效果 远远低于防水火凝土 所以你们看一下 就是二 三 四 这三条 防水沙浆 实工用在什么地方 后过的要求 采用的水泥是什么水泥 这是防水沙浆 我问大家 防水火凝土和防水沙浆 属于什么防水 钢水 钢水 接着大家分数 一百岁八页 我们看一下 一百岁八页的第十条 强调的是 防水的使命沙浆 中明后要及时进行养护 温度的控制 养护的时间的要求 好 往下及次想 剪裁防水 剪裁防水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呢 实践证明 地下室的防水 防水火凝土和防水沙浆 由于材料你控制不住 工艺 正早雅护你控制不住 它的防水效果不好 经常出现渗水 而剪裁防水 防水效果 优零防水火凝土 那么剪裁防水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 画个十一 我先看图 然后再看文件 机坑开挖完毕 验桃结束之后 立即做混凝土的建筑 混凝土建筑做好之后 四周 气阻永久性的保护墙 这保护墙都要保护 用水去杀枪气阻 然后呢 在建筑上做一个找瓶 因为建筑坑毫不平 做一个找瓶 这个做好之后 开始 脚步 大家记得 所有的防水火凝土的脚步 要先做一个加强 墙 加强墙的宽度多宽 三百岛五百 怎么做 注意看 接着在大面里铺 卷材 卷材临时贴在保护墙上 这个卷材采用点状档 点状档 正好 这个做好之后下路干什么 项目经理别管老强调的下作业的干什么 验收 你们答题为什么老错 就得程序老实空 这个卷材做好之后下路要做保护墙 一座保护墙就把下的卷材先给带过 所以事先要进行验收 记住啊 我这段谈技术绝不是就技术谈技术 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技术环节中质量控制 这个卷材做好之后验收 验收合格之后做保护墙 国民族的保护墙 保护墙达到要求之后 开始做地下室的重体结构 这个地下室的结构完成之后 把临时贴在什么 贴在这个宝箱卷材所 接下来 满张卡 贴到地下室的重体结构 这个贴的时候要终于质量控制 大级分子 我们画个十一 这是大级分子 多少 多少 我们前面讲过了 SBS型 高级物改型力清党 应该多少 150 高级物改型力清150 高分则多少 100 第二种简单来注意 提着缝 带动杂金 两层卷材之间的缝 错开的距离 不少于三比一卷材的缝 三比一卷材的缝 OK 这是编材的点 整个卷材满张卡 张好之后 下部干什么 OK 验收了 两层习惯 记住一个 这样你按一杂体不会错了 验收通过之后 及时的用细纹材 贴在卷材上 保护 顶部用吸收骨凝土 做保护层 做之前要干什么 别验收 验收通过 你还验收什么呀 做什么 做 割离层 如果不做割离层 记住 你直接把吸收骨凝土给做成 温度的变化 骨凝土膨胀收缩 会把下颗卷材拉住 所以要先驱缩一层材料 驱缩什么都可以 塑料泼泼等等 驱缩什么 然后再交出混凝土 等于混凝土没有和剪裁发生战略 这个叫什么 隔离层 不做是不行的 案例考试就说 地下室 剪裁防水 上部混凝土直接贴在剪裁上 过后发现 上部漏水 打开一扇 发现剪裁出现 无规避的开泪 什么原因 未做合理 或领土的膨胀收缩 造成剪裁出现 无规避的开泪 这是方法 强调要知道的 图纸明白了 我们看文字描述的重点算法 大家看书148页 注意看一下 第五条 阴角阳角地方 先做什么 剪裁的加强 高换多少 三百兆五兆 我建议至少做高的 接着再看第六条 结构底板的剪裁采用什么方法 电粘法 电粘法 顶板采用什么 满粘法 好 接着看一下 一百四十九页 第四条 我刚刚说过 高据改革地形卷台 大街团统多少 一百五 高分子多少 一百 这是强调的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卷台铺贴的时候 看第十一条 顶部 防水图验收合格 在做保证之前 要先做什么 看第三条 做什么 割裂 这就是文字描述的程序 要记住 这是转开防水 这是比较重要 提拿注意 第五项 涂料方式就简单了 第一条 它介绍了 无机防水图料和有机防水图料 分别用在结构的栏面 第一条 告知 然后呢 涂料防水层 施工时对环境温度的要求 好 第三条 就有机防水涂料 施工时要注意 这三条 记住 防水涂料 割裁防水 都是什么防水 柔性 柔性 实践经验证明 做割裁防水的防水效果 优于什么 防水火凝土 结果施工 这一年 记住要求非常严厉 但是你能控制 火凝土 你控制不了 商工火凝土 你控制不了 焦路震导 工人稍微偷点 震导多少 你知道吗 你也控制不了 好 这是有关的地下防水 这是一大件 接着我们看一下 五二 雾面防水工程的事情 这个要求 又是个动作 翻书翻到150页 我们看一下 雾面防水等级和摄防要求 一级二级的区别 一级是两道防水层 二级是一道防水层 接着第二级 性能化的材料 进场一定要服用 它的性能数 达到防水的要求 接着第三大级 雾面防水的基本要求 这里文的描述 你先别看 我给它画个图 让你了解一下 雾面防水的整个的流程 我们画一个平面 大家看一下 这是屋顶平面 雾面防水流程是什么 第一步 找坡 当雾面板平着放的时候 用松散的材料和保温材料 找出坡头 这种找坡叫构造的 它控制坡头不能小于2% 第二种找坡 结构楼板斜着放 本身就形成了坡头 这时候直接把松散材料和保温材料 直接铺上 这种找坡叫结构找坡 控制的坡头 不小于百分之关 找坡 物体平面什么样 是四面坡 四面坡 我画箭头 四面坡 没完 有组织的排水 有羽若管 还要做第三项 牵手找坡 它不能脱出 反击 怎么找 排到娱乐馆去 这是第一项工作 找坡 这个完成之后 第二项 找坡层 包括保温材料 是不是表面坑毫不平 记住一定要找坡 找坡 找坡是用水泥沙浆 一般是二十货 大面积找坡层 受温度变化 膨胀 是不是说错会猜猎 要做什么 分割 分割 位置首先选在哪 我们前面讲个力学员 里面选在哪 两板交接触 再有间距 控制材 不能超过六 好了 你首先选择 两板有层口封的地方 有封的地方 间距六层六 纵横交接地方 基础 说什么 排气管 排气管做一个麻烦 把找坡保温层 包括找坡层的水分排出 防止将来捡排气管 这是找坡层 这个完成之后第三步 做什么 做防水 防水 防水大家看 这是屋面形成的坡度 由低处往高处 平行于屋脊铺贴 这里面平行和垂直有一个条件 当屋面坡度小一等于15%之后 我们捡排 平行于屋脊 由低处往高处 当大于15%时 垂直于屋脊铺贴 主要防止卷材流畅 怎么扑 我们一般从低处 大家看 顺流 这么大街 这是大街宽度 第二种卷材 中间压住一个缝 再扑 两道卷材之间的宽度 间距不小于三匹卷材的宽度 树下的不小于五百 这是普天 满沾 满沾 这个普天完毕 防水层完毕 下个做什么 你看看 又往 又往 干嘛 这会不一样 蓄水 或淋水 最好是 做完防水就下雨 最棒 就是淋水 检查 有没有神 这个完成之后 防水 也做合格 合格之后 一次不做什么 别做保护层 怎么又打保护层 做隔离层 隔离层做好之后 第五项 做什么 保护层 保护层注意 无论是跨状材料 还是怎么样 一定要做什么 分割分割 否则 保护层全部都膨胀 开灭 这是防水的程序 考试中 故意漏掉几个程序 就让你补却 好 我们看 一个重要的学生 就是这个 女儿侠和罗宾交接手 我画个实意 大家看一下 这前年考过的 我一步一脉 好多时间 这叫机器人 答不出来 我千年就这么话 这个防水 女儿侠和这怎么做 我们按照程序 一步一步 第一步 保护材料找破 第二步 这做圆脚 找平 要设分割分 设什么 裁气管 好 第三步 做防水层 记住 脚步要先做什么 加强层 这个加强层 高宽多少 不小于250 记住 这块不能直接沾 沾完就要干嘛 拿点条 固定 防水简单 开练 好 这个做好之后 再做大命令的防水 满沾法 做好 这块也要固定 这个做好之后 做隔离层 隔离做好之后 再做什么 保护层 这块做法呢 注意 我们前面说过吧 做英水线 压住 板直式的倾斜破坑 朝向屋顶中央 从这开始算 到屋面保护层 这个面开始算 这个高度要大于它们多少 250 这就是屋面防水 细部 前年 就是画这个图 漏洞百通 让你飘瘦 有前年参加考试 这套品应该拿满分 我们这里说一下 这就是有关的 污面防水的最基本 要清楚 把它清楚 这是污面防水 把这清楚之后 这个图你看明白了 后面150页 第三大算 污面防水的基本要求 这块文字描述 你全清晰 一步一步 所以大家回去消化一下 针对我的图 你回去消化 这是污面防水 同胞房也跟着大同小异 不再多说 单出152页 你们再看第6项 保护层和隔离层 这是强调的 在做保护层 一定要先做隔离层 接着再看第7项 眼口 注意看第二项 女儿杨犯主书的防水层 要增涉附加层 高宽 长度 均母的小于 220几毫 这是污面防水 第二大算 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往下看 第三大算 使面防水 那么使面防水 它的流程告诉你 防水材料是性能化材料 进场要干嘛 不是 焦点 清理基层 结合层 系物 做防水 然后还有给你做总结 看153页 第二项 防水火凝土的事故 第一条就强调一个道理 防水火凝土 如果半个物出现离析现象时 怎么办 要进行二次搅拌 怎么搅拌 加入原水交笔的 水移将或二次添加 减水剂 进行转弹 严禁 直接加水 第二条 高宾震导 等等强调 都是以前说过的 师傅光泽的位置也说过的 中平后立即养父也说过 防水水 沙江也说过 不再重复 我们重点看第五项 剑裁防水 这块讲的很少 这里我们把规范内容给他说一下 室内剪裁防水 施工 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 规范要求 首先第一步 卫生间或多水防监水 规范是这样建议的 这个楼板 应该做成现邀的 当今虎民族楼板 降入等级部 第一C20 虎民族沿周边一圈 要往上翻边 高度不小于200 然后开始 气质墙 管道 穿过楼板处 不能直接穿 要先做一个套管 套管周围的火灵组 要用防水火灵组 密封锁 这是完成了第一档工作 第二档工作 楼板上 空凹补平 先做一个结合层 找屏 接着开始个麻烦 在脚部做什么 附加层 这个附加层一般高宽 在三百多年 要超过这个 接茬 套管也要做附加层 这个做好之后 再大密尼做 楼面的防水 防水延伸 注意 结茬是 这么接 墙面 有淋浴的房间 墙面的防水 做到多高 就旧面法 两米 我建议的 做两米都不够 我们的吊顶多高 两米三吧 至少两米三 没两米四的 你在马上管道里 肯定做不到两米四 你别懵我 使命定高两米五五 加上各种管道弯头 你能把凑的吊顶做到两米四 那不太可能 一般都在两米三 甚至两米二五 你要是做到两米 是不是还负一个空间 将来潮起 是不是顺着墙 进入周围房间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住宅里面 跟背间相应的房间 墙面是不是潮湿 到底不该做 我建大家做什么 做到顶 费点钱就费点钱 如果是做公共工程 清单地下 明确规定做两米 你就别做到两米 干嘛呢 要做到顶 你给我加钱 否则我就按你规范钱 你自己家庭装修 我建议你做到顶 那么我问大家 我接着问 这个墙面 将来为什么要贴瓷砖呢 这个墙面的防水 用什么墙面 还能用机缘子 各种捡材防水 不行 将来瓷砖贴不上 应该用什么 水泥机 DS型的水泥机的防水车 这个贴好之后 它能够保证将来贴瓷砖贴 牢牢地沾在一起 这是要顾问 我们经常发现 土建结构包了防水了 把防水机缘整 全部做到顶外 是防水不错 但是呢 给后续的装修带来个困难 贴不上瓷砖贴 这大问题 所以这份 要用水泥机 一般是DS 还有水泥机精神的防身 做 好了 防水车做好之后 下不干什么 24小时 蓄水实验 检查没有顺序之后 排除机水 做试验证 试验证做好之后 再做什么 第二次 蓄水实验 一共加一4个8小时 排除机水 没问题 合格了 套管要高除试验证 二十 少五十号 好 以上内容 就是使念防水的 一步一步的内容 掌握它 三大处防水 三选一考你一个 就这点 三选一考你一个 掌握它 好 这是我们讲的防水 几乎是必考的内容 三选一考 掌握它 好 我们继续 154月 我们开始介绍装饰工程 这个装饰工程呢 我给他们提出建议 我说你们以后再写说吧 根据装饰工程的工艺 先做顶 再做墙 再做地面 你根据流程来编写这块内容 它不行 非得还是这个 技术跟着没变 还照着走 为了省事 好 我们看一下呢 它介绍第一项抹灰 我先强调抹灰不是重点 绿色施工技术强调一个 尽量减少甚至冻绝失作用 所以抹灰的工程 逐渐减少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装置 还出现大量的失作用 一 增加大量的材料 你看每次装修 把拆除的部分全拆掉 然后再用水 你啥人在找工作浪费菜 所以抹灰不是重点 抹灰重点 抹灰重点 前面大家会不看 直接翻到156月 我们看一下第五项 施工工艺 抹灰强调一个工艺流程 这个流程 基层处理不到位 抹灰层大面积的错落 这要控制基层处理 再有一个 面层不设计风格后 将来出现大量的裂缝 这两点是你要控制 基层的处理 面层的处理 下面就是看第二项 基层的处理 它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墙 基层如何处理 砖墙和火灰度墙 水利沙江抹灭之后 一般是拉毛 然后用什么呢 注意看一下 凿毛之后表面洒水 湿润后 用一比一的水利沙江 这是普通的火灰度墙 来做法 但是你们看第三行 第四行 加起火灰度就不一样 这种基地 浇水湿润后 边刷界面剂 边抹强度不小于M5的水泥混合沙江 不是这个沙江 还要刷界面剂 区别就在这 基层的处理 往下走第二条就简单了 某一层的厚度超过35毫米 要用加强往加强 第三小条细部处理 第三行话 这是老生常谈 就是仰角的地方 抹灰要先做一个暗护角 暗护角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我画一图 这个基础和现在抹灰 好多做不了 这是结构的柱子 这是阳角 所有的抹灰层在这角落 最为一刻碰 所以他要去转做 用沙江 一般是多少呢 一般的水泥沙江 做这样一个护角 有强度 宽 50 高 2米 这个做好之后 再开始抹灰 正义抹灰 某位就把这个暗护角给盖住 这个角度想接近 不容易磕碰 磕碰也不容易损 这是暗护角 很遗憾 现在能做这个不多了 某个技术达不到 我们现在装修就开始 五花八门的改了 干嘛 这样名护角 好 有做不锈钢的 有做石材的 有做木制的 都错了 这个不应该做明护角 你做明护角 粗粗的是个直角 还采用不锈钢的 石材的 给人造成了伤害 反而家里做明护角的 包括木制做的 你都做猜物 对人造成伤害 真要做做什么做 做弹性的 包装 这小孩找人 非常努力 改叫 家里有做明护角 开着 开着